好兄弟 果然是 在受潮的 纳入灵魂海中 在战斗时 催动 这一事 连教阳灵宠都抓得着 绝物吧 谁 等一下 我是那里 是极寒 每到三更时分 导致阴寒之躯入体 已经换 前世如果不是因为患上了极寒之症 你可不可以帮我 治疗一下 先强化一下 这远点 好厉害 是你啊女神 修首旁观 谁怕谁啊 你能收定了 光辉之场 一定可以收拾它 都结我 我愿意去 下 学悟吧 骆子 这 还有 anytime 我 itel 都 一 然后 UN 命由我 不由天 紫月 小子 我绝不会输 这不是圣湾学院吗 我怎么会在这里 难道 我重生了 陆飘 杜泽 好兄弟 果然是你们 萧宁儿 前世他重品缠身 但仍然凭借顽强的毅力 坚持修炼 后来因为不愿意嫁入神圣世家 毅然踏入黑魔丛林 叶紫月 光辉之城最美丽的女人 前世 我有幸娶到了她 却没能保护好她 在寿朝逃亡中 她为我而死 她为什么一直盯着我看 大家现在都还活着 真是太好了 我们猎取妖灵 把妖灵 纳入灵魂海中 在战斗时 催动妖灵附体 就会获得超乎想象的力量 你们这群卑贱的平民 再怎么修炼都没有用 永远都没有资格成为妖灵师 沈秀 前世你们神圣世家勾结黑暗公会 背弃光辉之城 害得光辉之城惨遭破灭 这一世 我一定要讨回公道 沈秀导师 如果一个月内 我无法成为青铜妖灵师 就主动退学 就凭你的资质与出身吗 如果我在一个月内 成为了青铜妖灵师 你 如果你真能做到 我立刻辞职 一言为定 聂黎 要成为妖灵师 需要提升实力啊 以你现在的实力 要成为妖灵师 恐怕不太容易啊 你怎么会跟沈导师 打这样的躲啊 我们先去抓脚羊 用脚羊换金币 然后再去买一些草药 我知道一种草药 可以快速提升灵魂力修为 试炼之地危机的福 我们先 运气不错 这只脚羊掉队了 可以啊 聂力 连脚羊灵宠都抓得着 这可不是一般的脚羊 而是一只变异级的 咱们走吧 前面有 面临的职业 不要想通知牙羊猫 绝物吧 波炎兰若 你逃不掉了 你要想看捕牙羊猫 都给我跪下认错 我的内心充满了风雷的力量 抓脚羊太过瘾了 我和杜泽再去前面多着几只 好 你们注意安全 哎呀 妈呀 你也得快救我 好大一只脚羊啊 快顶到我屁股了 这脚羊 怎么像疯了一样 长得丑还出了吓人 揍他 这脚羊太过瘾了 哇 出现了很多金币的道具呢 点击就有机会得到双倍的奖励哦 绝物 再撒 这脚羊太过瘾了 我会成为最强的妖灵师 不知不觉天已经这么黑了 好累 不过真过瘾 你们休息一下吧 我去丛林深处查探一下 这么晚了 还有人在练功 谁 等一下 我是聂黎 别动手 怎么是你 这么晚了 你怎么还在这里 我在这里闲逛啊 少骗人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 这几天你们一直在抓脚羊 我要继续修炼了 你快点走吧 先等一下 居然这样盯着我看 简直太无理了 哦 原来如此 每当夜晚降临 你的双脚 是不是炎如火烧 你 你怎么会知道 果然 我还知道更多 你的双脚 虽然炙热滚烫 但体质却是极寒 每到三更时分 便如坠冰窖 非常痛苦 我说对了 因为你急于求成 经常夜间修炼 导致阴寒之气入体 已经患上极寒之症 再继续修炼下去 轻则修为大姐 重则 暴体而亡 为什么命运 对我如此不公平 很小的时候 我就被许佩给了 沈飞那个花花公子 我拼命地修炼 就是为了不让别人 操纵自己的命运 好不容易就要到 青铜境界了 你去告诉我 我会修为散尽 甚至 暴体而亡 聂力 你能看出我的病症 也一定知道 医治的办法 对不对 你能不能 能不能 帮帮我 前世如果不是因为 患上了极寒之症 萧宁啊 也不会落到那样的境地 我会尽我所能 帮你治疗 我先用导影之术 帮你按摩脚上的瘀青 确实好多了 谢谢你 放心吧 只要及时治疗 很快就会痊愈的 聂力 你有喜欢的人吗 有啊 我喜欢的人是叶紫云 是他 那他 喜欢你吗 他现在 并不喜欢我 但是 他迟早会喜欢我的 聂力 还有一处瘀青 可不可以帮我 治疗一下 还有一处瘀青 在哪里啊 在这里 灵灵 可以陪我去修炼一下吗 你身体尚未痊愈 还是先提升一下实力吧 我们已经到达 试炼之地的深处了 先强化一下 这一世的命运 无我主宰 光辉之朝 我感觉充满了力量 这次一定没问题了 这次一定没问题了 离我远点 你逃不掉了 要想靠近我 想靠近我 痴心妄想 都给我跪下认错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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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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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点击头上 是你呀女神 她今天好美 不会是和叶子云亲民的大美女 念玲 有什么事吗 这是我给你做的早餐 宁儿她居然 我可以坐在这里吗 可以呀 你小子可以呀 居然勾得到了咱们学校的女神 宁儿是我们附属翼龙世家的继承人 还是我大哥沈飞的未婚妻 聂黎勾搭萧宁儿 摆明是要跟我们神圣世家作对 我看这小子是活得不耐烦了 没错 竟敢和沈飞少爷作对 必须好好教训她 做她 聂黎是我朋友 谁敢动她 我一定不会袖手旁观 谁怕谁啊 别担心 几个花拳秀腿的世家子弟 我自己就能解决 你得小心 魂亮 决定了上阵 的 优优独播剧场——Y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光辉之城 我回来了 这一世的命运 由我主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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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是叶紫云和萧宁儿护着她 我一定可以收拾她 都给我跪下认错 有人愿意随我前去古兰城吗 报仇从邀 有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古兰城中有一样稀有宝物 影妖灵灯 前世落在了沈月手里 这一次 我一定要把她拿到手 我愿意去 想要加入我们的队伍 需要先证明一下你的实力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准备 准备 就是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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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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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无意 你逃不掉了 觉悟吧 让你们看看我面袭的程度 想靠近我 痴心梦想 现在后悔 完了 啊 好 你逃不掉了 你们输病了 离我远点 我说无意 别路吧 我高一尺 道高一丈 想靠近我 吃鞋放下 让我看看 我逆袭的成果 臣服吧 干得漂亮 三好 三天后见 都给我跪下认错